路面上所看到的一個大大小是這個大家印象當中的落來模園 其實旁邊這條看起來清楚是這個火鍋的東西也是落來 這是因為說氣候關係高層我們在受粉沒有成功才會變成的這種模園 這個是正常果形有受粉完成的這個是沒有受粉完成 就是我們現在外面有一些市場就稱無脂果 無脂酪梨 然後這個直接剝皮就是它也有後手跟酪梨一樣 可是它沒有紙 它就直接後手之後剝皮然後就可以直接生死 有點像小黃瓜 酪梨界的小黃瓜 高層標示說這種變性的營養不良的落來 只有水美人拼鏡看來出現小小一條主要是因為工中無脂的關係 只是說口感是怎樣 很多人都知道全港來問是不是有這種的落來 因為它受粉未完成的其實是要看氣候 去年量就比較大一點 因為今年風調雨順 所以它成熟果比較多 用NG果比較少 所以這個市面上少見 這種品種我吃的不用再剪 不用再剪 這就是沒有剪 也沒有剪 也沒有剪 就像香蕉一樣把皮一直剝 一直剝 剝起來這樣吃就好 都只用一用 切一切 粉豆油吃 不就加五年 這都不用 剝一剝 我們就可以自己吃 它這種收粉沒有成功的落來 整個當中 素量不會說太多 很多各種人是全港收起來自己吃 不就是送給親家朋友吃就拿出來買 都會是來幫人 才會來注文 請各種幫它來留起來 它營養不良的落來 放洗料 口感到一般落來是一樣的 因為說一條沒在看 這些不怪 大來落來這個現場有很多來幫人 總是稍前唱 南天新聞來一下 大來菜方報的